从眷舍里跑出来 黑猩猩们来到新建的户外活动区 开心的张开双臂 立刻跑到甲山的最高点环顾新家四周 再到旁边的水道散步巡视一番 似乎感到相当满意 那这一次我们的黑猩猩新家 它是采用一个猴岛式的设计 它是一个完全我们人跟动物之间 它是没有这种铁龙间隔 所以未来我们在小朋友或者是大朋友 在参观黑猩猩的时候 在视觉感受上会相对更加友善 黑猩猩在新家里跑上跑下 找寻保育员藏放的蔬果 找到之后就大块朵鱼吃了起来 为了增加新家的3D立体空间 原方还和学校师生合作 在枯树上构筑木架平台和消防水带网 让黑猩猩们展现丰富的行为 对我们在这个新的黑猩猩新家 它会有这个流铺 那还有自然的草地跟我们这些树木 那我们就希望说可以尽量营造成 更加亲近多元的环境空间 那不会是比较单调的空间 所以未来的话我们在这个空间里面 保育员他们也会持续来帮里面的一些环境 风化设施来多做一些改善跟增加 原本黑猩猩的旧家是一个巨型的铁龙 现在一到这样开放式又自然的展示场 而其他动物的新家 原方也以这样的模式陆续改造完成中 很多我们的友善动物会在这边来居住 那也已经完成了 那这边大概像是我们的骆驼 黄牛 羊驼 那甚至黑肚绵羊等等的动物 那我们其实这一区的 他们的这一区左半区的工程 我们目前都已经完成 那目前的话右半区工程 我们正在进行的像是有我们的黑猩猩 那还有我们的台湾动物区跟非洲动物区 那这边的话我们也预计在年底会全部来完工 然后来跟大小朋友重新见面 寿山动物园的新动物园改造工程 目见证在进行当中 除了让动物园有个更宽广的家园生活之外 也让民众有个舒适的参观环境 大家都相当期待新动物园重新开园 记者赖长帮高雄报道 感谢观看 谢谢大家